徐焦聲勢 美國在中國周邊搞所謂六國演習 拼湊三航母又出動轟炸機壯膽 美國究竟想幹什麼 人多勢眾 哪怕是聲勢上的這樣的一種展現 對美國來說也是聊勝於武 美國在周邊進行了大圈套小圈 所謂的聯盟關係 目標還是強化對中國的圍堵 日本新首相剛上任 就與美澳領導人炒作東海南海議題 其背後又有何企圖 現在對於日本政府來說 在外交的層面要製造更多的聲勢 是一個必然的選項 日本初雲號直升機驅逐艦 進行F35B起降測試 未來對地區安全將新增哪些威脅 強化自己的武器裝備和戰略進攻能力 這樣和平憲法 就被美國和日本聯手扔進了太平 陶險決定重啟所有朝韓通訊聯絡線 美日韓三國各懷心思 未來半導局勢可能適合走向 防武新觀察 特藥專家為您深度解析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武新觀察》 我是寧昭 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平台發布的消息 美英等六國出動了包括 卡爾文森號 里根號 伊麗莎白女王號三艘航母 在內的17艘艦艇 在菲律賓海舉行軍演 具體內容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平台發布消息 近日 美國海軍出動 里根號 卡爾文森號 核動力航母 與英國海軍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 在菲律賓海舉行聯合演習 此外 日本 荷蘭 加拿大 新西蘭 也派出艦艇參加了演習 另據日本海上自衛隊 公布的照片顯示 有超過17艘水面艦艇 參加了這次聯合演習 日本派出了伊士號直升機驅逐艦 等三艘艦艇參演 日媒評論稱 由於伊士號排水量高達1.35萬噸 被稱為準航母 所以這次六國演習 達到了三航母 加一艘準航母的罕見規模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 儘管這次六國演習 是所謂聲勢浩大 但也暴露出 美國明顯的拼湊意味 因為參加此次演習的三艘航母 里根號和伊麗莎白女王號兩艘 已經進入部署末期 即將各自返回基地進行維護 而就在六國海上演習 進行的同時 美空軍三架B-52H戰略轟炸機 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 在空中加油機的配合之下 直奔第一島鏈附近空域而來 開始了跨越太平洋的軍事行動 那麼美國究極盟友 在中國周邊搞拼湊演習 意欲合為 防務新觀察正在播出 歡迎兩位專家 我們看到拼湊了三艘航母 在中國周邊搞六國演習 美國到底想幹什麼 杜先生 美國在周邊進行了大圈套小圈 是在一種所謂的聯盟關係 目標還是強化對中共的圍堵 從目前它的圈層劃分來看 這樣幾個標準 航母圈只是各個圈層中的一個 第一就是態度圈 就是現在的美英澳的聯盟關係 它認為與美國能夠保持 百分之百的一致 只要美國想發動各種軍事行動 這些國家會百分之百的支持 從冷戰結束到現在 英國澳大利亞參加了 美國所有的對外進入行動 第二個能力圈 比如說有一定的標準 才可以入圈 比如現在出的航母圈 就是如果有航母 可以在周邊參加 美國的海上大規模編隊 你才有能力介入 像英國 日本 包括美國 可以組成這樣一個 高度威懾的圈 跟其他的圈相比 它的遠戰能力 戰略攻擊範圍 包括效果可以進一步提升 這樣對於放大美國 包括盟國的海人軍事符號 會有比較大的作用 第三個圈它是個湊數的圈 你像在這個航母圈之外 又多了什麼加拿大 荷蘭 新西蘭 像它的作戰艦艇 噸位小 排水量也小 另外的綜合作戰能力不強 但是它可以起到 錯數的效果 比如以前是三國聯盟 現在就可以多國組合 這樣在中國周邊 通過這種相互疊加的 所謂的對華包圍圈 形成美國的反華聯盟 目前看這個圈 它是開放體系 你像今後態度好的 可以進入到第一個層次 像法國有航母 可以加分到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 比如一條船 形態影子 加入到整個編隊 或多或少的能夠 起到為圈的數量 加分的效果 那我們細數 這次參加演習的國家 竟然發現加拿大 荷蘭 新西蘭 這些國家也身處其中 他們有什麼樣的目的 蘇女士 確實 剛才杜老師說 這是挑事的 同時是來湊數的 對於荷蘭 加拿大 新西蘭 似乎我們在此前的 美國的一系列的演習中 並不是特別常見這些面孔 但是為什麼現在美國 要搞一個湊數的更大的圈 我覺得背後呢 也反映出的是 美國的現在的一系列的考慮 近時期對於美國來說 在打造不同的小圈子的時候 應該說有非常明顯的目標指向 比如說此前我們非常關注的 美 英 澳這樣的一個小三邊 這個小鐵三角呢 似乎是以核潛艇為核心的 那麼之後呢 美國也被問及過 這樣的小圈子 會不會讓其他國家加入 美國的回答非常清楚 這三個國家 就是這三個國家 不會讓其他的國家任意地加入 也就是說 涉及到核潛艇等 一系列非常複雜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美國在打造圈子的時候 會希望這個圈子驚而小 而不要有更多的擴散 帶來更多的麻煩 但是呢我覺得 涉及到在南海的演習 讓更多的國家來湊數 不管是何種明目 拉這些國家加入 都是美國認為 可以人多勢眾的一種方式 比如說涉及到荷蘭 大家可能會認為 荷蘭參加到相關的演習當中 確實是比較特殊 但是我們自己想想的話 那在歐盟 推出自己的印太戰略之前 在歐洲有三個國家 推出了各自的印太戰略 除了法德這兩個大國之外 荷蘭也是一個國家 那同時涉及到加拿大 此前美國一直希望加拿大 不管是在五眼聯盟的當中 發揮更多的作用 深入情報合作 還是在對華圍堵當中 能夠表現得更加積極 更加所謂的放飛自我 就成為了這一次演習 也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 那涉及到新西蘭 儘管新西蘭是五眼國家 但是呢 在這個無核化等 一系列的問題上 和美國呢 還是有一些明顯的溫差的 尤其是美國把這個澳大利亞 拉入到核潛艇的小圈子裡 對於新西蘭來說呢 新西蘭現在明確地表示不支持 但是如果通過演習的方式 讓更多的盟友和夥伴 能夠配合美國的總體的目標 在發生的時候呢 有更多的一致性 似乎也是美國 所希望能夠達到的狀態 盡可能地讓盟友 參加到自己的活動當中 找到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 但是人多勢眾 哪怕是聲勢上的 這樣的一種展現 對美國來說呢 也是聊勝於武 那我們看到 據英媒報道說呢 有兩艘英國軍艦 進入太平洋之後 竟然宣稱說 是抵達了新的遊樂場 如此的狂妄自大 請教杜先生您的觀察 這句話呢 是假話有點真話 如果憑藉兩條 兩千噸左右的艦艇 要想在太平洋進入遊樂場 那好像有點時空錯亂的感覺 日不落帝國那會兒 有可能正是這樣 你當時彭特牌司令講嘛 一個國家在他的海岸線 架起幾門踏炮 就可以讓一個民族感到屈服 現在時代已經過去了 你憑藉很小的排水量 另外呢 兩艘艦艇組成的袖征編隊 要想在太平洋狩獵 實際上是角色發生了錯亂 我感覺在太平洋地區 大國之間的這種競爭 你包括它所面對的中國 有強大的偵察能力 預警能力和打擊能力 誰是鐵物 我感覺好像有點角色的變換 七十年前 紫蘇英號在長槍口被砲擊 我想那個時刻不應該被遺忘 沒錯 所以只要挑釁 只要在周邊 進行一些其他的非法事件 很有可能會招致面 第二是真話 他認為今後常駐日本橫須賀 按照目前的標準和條件是 不受日本法律約束 那如果遠在萬里之外 在日本 那真是個遊樂園 我想在日本 進行各種的肆無忌憚 包括航無編輯 不受法律約束的行動 這才感覺到無比興奮 我感覺呢 他對進入太平洋的狩獵 好像對周邊關艦艇構成威脅 這個是非常次要的一個問題 到了日本享受這個 所謂的超國民大雨 甚至是與目前美軍平起平坐 這是所有的兩條艦隊官兵 最想做的一件事 另外我們看到 在六國演習進行的同時 據美媒報道說 美方正在尋求與中國 進行經濟對話 請教宋女士 美國還想有兩副面孔呢 確實我們感覺到 美國有時候的表現 是非常分裂的 但是這種分裂 可以說是很有美國的特色 很美國 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在對其他國家 進行這種外交關係的 推展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表現出非常自私 非常兩面性的特點 包括美國和自己的盟友 和夥伴相處的時候 這種兩面性也非常的清楚 但同時我覺得 大家也要觀察到的是 涉及到中美之間的關係 恐怕競爭和合作的兩面 本身也是大國關係的常態 我們不可能指望 任何兩個國家 尤其是像中美這樣的大國 在所有的問題上達成一致 所以大國之間有合作的一面 有矛盾分歧的一面 本身也是大國之間關係 應該呈現出的一副面孔 那最後呢 說到為什麼近一時期 美國在經貿的方面 開始有一些新的聲音 包括我們觀察到 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在談到中美經貿關係的時候 拒絕把這個脫鉤 作為美國的這種政策的主張 而談到中美之間 要重新建立聯繫 這樣的一種說法的背後 其實反映出的是 現在美國的現實需要 近期我聽到一些在美國的朋友在說 現在呢 對於美國的老百姓來說 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 對他們的生活 已經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那麼馬上就要到聖誕節了 貨架上空空如也 沒有物美加元的商品可買 那麼人民會不會有更多的怨言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對中國進行經貿上的打壓 會不會是搬起石頭 砸了自己的腳 這都是美國政客 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在經貿的層面 與中國進行對話 已經成為了美國必然要做出的一種選擇 所以我們看近一時期 一方面在軍事上 不斷地對華進行打壓 但是同時在經貿的層面 又有緩和的一些態勢 又有與中國進行溝通的 這種強烈的意願 其實更多的是反映出 美國國內出現 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的這種現狀 同時也反映出 美國此前對外政策咄咄逼人 某種程度也是踢到了鐵板 讓我們再把視線轉向日本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剛剛上任 就分別與美澳領導人進行通話 並炒作東海 南海等議題 一段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觀察 據日媒報導 10月5號 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與美國總統拜登 舉行了首次電話會談 雙方再次妄稱 所謂《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 適用於釣魚島 還就為實現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 保持緊密合作達成一致 針對此番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多次表態稱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 《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產物 不應損及第三方的利益 更不應危害地區的和平穩定 而就在同一天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岸田文雄還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舉行了首次視頻會談 兩人聲稱要加強所謂 《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合作 並用老調重談 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說三道四 此外 據日本統合幕僚監部發布消息 10月3號 美軍出動兩架F35B隱身戰鬥機 在日本海上自衛隊出雲號直升機驅逐艦上 實施了起降測試 儘管日方沒有公佈更多細節 但有日本網友捕捉到 美軍F35B的垂直尾翼上 出現了出雲號的特別標誌 有分析認為 隨著出雲級直升機驅逐艦的測試完成 美海軍陸戰隊在日本部署的 35架F35B就有了新的用途 可以利用日本出雲號來進行部署 那麼日本新首相一上任就拉攏美澳 對東海和南海問題說三道四 究竟有何企圖 《防務新觀察》繼續播出 請問兩位專家 我們看到日本的新任首相 岸田文雄剛上台 美日就又在釣魚島問題上 老調重談了 能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 蘇女士 美國不及 日本及 杜先生 熱炒軍事勝販 為軍事聯盟加分 蘇女士請 首先我們會看到 在日本新任首相就任之後 馬上與美國溝通 這似乎是日本外交設計的 一種慣用的方式 是日本新任首相打開外交局面的 必要的一個開局 但是呢 雙方之間談到釣魚島的問題 是符合近年來 日本不斷地拉美國 在釣魚島問題上 為日本站台的 也是一種慣用的手段 但是從細節來看呢 似乎每日之間 是有明顯的分差的 我們看日本方面 通過這種官方的信息的釋放 所謂的官宣 強調的是 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 又強調了釣魚島的問題 強調日美安保條約 適用於釣魚島 這樣的一種強調 其實很明顯的是 日本希望放大美國的聲音 而美國方面的相關的 信息的釋放 卻刻意地 似乎隱藏了相關的信息 當然這並不是說 日本在說謊 而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地區盟友的利益 並不是美國的核心關切 美國希望日本能夠配合 美國的地區戰略 而美國在為日本站台的時候 一定是要向日本進行要價 一定要符合美國的 整體的戰略考慮的 當然近一時期 對華打壓 仍然是美國的 總體的戰略態勢 但是我們看到 隨著氣候變化大會即將到來 隨著中美之間 將就經貿關係 進行深層次的會談 那麼似乎在釣魚島的問題上 美國再次為日本 努力發聲的意願 是有所下降的 這就是出現了溫差 背後的一個核心的要素 美國不及日本及 就成為了這一次談話過程當中 最後呈現出來的一種結果 杜先生請 目前看 如果把釣魚島這件事 重新在新首相 和新總統之間進行熱潮 實際上還是強化軍事聯繫 我印象中這些年 釣魚島已經被反覆提到了很多次 像安倍上台 馬上與馬迪斯進行了會談 認為釣魚島符合第五條 我記得2017年的3月12號 安倍說了 說這個事以後不再確認了 如果上台反覆確認 等於這個犯上了好多好多次 已經成了一個發霉的聖犯 但是現在看呢 無論是菅義偉上台 包括岸田文雄上台 都得到了美國的承諾 美國想通過一句話 很廉價的一句話 獲取與日本軍事聯盟的逐漸深化 如果在釣魚島問題方面 繼續使用第五條 對日本提供某種支持 那麼今後日本在亞太地區 對美國的貢獻率有可能會更高更大 同時呢 這也是獲得美國支持的一個 重要戰略舉動 如果周邊一旦有熱點問題 現在的日本就可以憑藉這句話 全心全意地為美國賣病 實際上我感覺第五條 現在成了一根稻草 捆住日本的脖子 日本在稻草的欠影下 可以為美國印太戰略做出更多的貢獻 軍費 裝備 能力 只要有一句空話在 日本就會無所不用其極 那我們看到在同一天呢 岸田文雄還與澳大利亞的總理 進行了一個視頻通話 就這個東海和南海的議題上 是大放厥詞 請教蘇女士 您覺得這樣的信號意味著什麼呢 確實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 也非常值得關注 我們剛才說日本首相就任之後 他的這個外交開局 很值得進行分析 其中透射出的一些信息 一些具體的細節 背後的意味 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那麼近些年我們會看到 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 似乎是格外的熱絡 首相就任之後 在這個外交開局的過程當中 總是把澳大利亞 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記得去年9月份 菅義偉就任之後 第一個電話 是打給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 當時還被問到 為什麼不先打給美國 而菅義偉是非常淡定地回答 因為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關係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一種日本的需要 那麼我們看到 這一次剛剛與美方 進行溝通之後 立刻又與澳大利亞進行了會談 那麼從日本的角度來說 並不是說澳大利亞 現在對於日本的作用 已經強於美國 或者是在刻意突顯它的作用 相反的日澳之間的合作 是更多地向美方釋放信息 尤其是在雙方 談到南海問題的時候 是向美國表明 美國的南毛北毛 現在在進行更加強勢的合作 美國希望打造的地區同盟的網絡體系 正在構成的過程當中 日本和澳大利亞正在建立 準軍事同盟關係 而同時談到東海 很明顯的 也有日本塞斯貨的一些考慮 希望有更多的地區的 美國的盟友來為日本站台 美國在推動地區同盟關係的時候 日本也可以分一個杯羹 也可以蹭一些熱點 所以從這一系列的 不管是電話的溝通 還是視頻的會談中 我們都可以讀出 現在對於日本政府來說 在外交的層面 要製造更多的聲勢 是一個必然的選項 也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一些方式 出現日本在地區安全中的 所謂的地位 另外還值得我們警惕的是 我們看到日本的出雲號上 是進行了F-35B戰機的起降 其實這樣的一個舉動 進攻性的意味就很明顯了 請教杜先生您的觀察 日本高調地展示了 美國的F-35B 在出雲號起降的全部的動作 兩個意圖 第一是當老師 第二是藉助與美國的軍事聯盟關係 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攻擊範圍 如果美國的F-35B 降在日本的出雲號上 日本沒有幹過 那今後憑藉美國給制定的方案 包括一些技術要領 今後日本版的F-35B 就可以降落到自己的出雲號上 形成從所謂的直升機母艦 到準航母 真航母的跨越 另外如果有美國的軍事捆綁 和軍事支持 今後在周邊伴隨美國 進行各種海上作戰 這個能力在逐漸增加 最近它做了很多很多層次聯合 比如說像海軍戰隊 跟日本的海上陸上機動團 就可以人員的交換 和登陸工具的交換 如果在航母這種戰略打擊平台上 艦載機也可以交換 說明這種聯合關係正在逐漸深化 今後它的編隊加入到美國 像卡爾文森 里根 這種航母編隊不會有任何障礙 如果日本搭著美國的船 把美國的裝備和技術 也納入到自己海上作業隊 空中作業隊和陸上作業隊 進行各種所謂的增長 今後突破和平憲法 伴隨美國進行各種作戰的能力 正在逐漸增高 像以前還有個憲法的約束 自己不敢去或者是不好意思去 現在如果把美國的戰略目標 當成日本的戰略目標 它認為自己不夠 無論是排水量 航程 半徑 包括艦載武器裝備 都存在著巨大的缺口 這個狀態下 它可以與美國進行一體化 做一個幌子 強化自己的武器裝備 和戰略進攻能力 這樣和平憲法 就被美國和日本聯手 扔進了太平洋 讓我們再把視線 轉向朝鮮半島 朝鮮日前決定 將重啟所有的朝韓通信聯絡線 時隔55天後 10月4號 朝鮮宣布重啟與韓國的 所有通信聯絡渠道 但韓國總統府青瓦台 在當天卻並未就此事正式表態 表現出謹慎的態度 據韓聯社報導 青瓦台方面對此解釋稱 韓朝關係隨時會受到 朝美無核化談判的影響 因此不宜操之過急 而應加強韓美溝通 冷靜管控安全局勢 也就在同一天 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在記者會上表示 拜登政府仍然準備 在不設先決條件的情況下 與朝鮮談判 普薩基先是表示 美國將繼續支持朝韓對話 接觸與合作 但隨後 他又譴責了朝方試射導彈的行為 並表示正與盟友進行密切磋商 評估有關事宜 而日本在半島問題上 也表現出強烈的所謂不安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面對朝鮮相繼發射的新型導彈 日本政府內部 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危機感 防衛生官員更是直言難以攔截 那麼未來半島局勢將如何發展 防務新觀察繼續播出 我們從短片中看到朝鮮 近期是決定重啟所有的朝韓通信聯絡線 您覺得這樣一個動作 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呢 至少兩個信號 第一釋放善意 第二再提醒韓國 目前在半島地區各種武器裝備的試驗 最近達了個小高潮 而且朝鮮方面明顯佔有優勢 無論是巡航導彈的試驗 超高聲速導彈的試驗 列車導彈的試驗 都說明它在導彈這種武器 裝備技術上佔據絕對的優勢 韓國只打了一個潛射彈的導彈 而且也是朝鮮之前 進行過多次試驗的一種技術 如果技術佔優勢 能力佔優勢 它並沒有採取強迫性的手段 而是打電話 進行溝通 實際上還是告訴韓國 即使雙方能力並不均衡 朝鮮在導彈技術上佔據某種優勢 但是依然可以談 通過談來解決半島所有的問題 我想這個信號是一個相對善意的信號 第二再提醒韓國 如果在這個時刻 強化與美國的軍事聯繫 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既是一種釋放善意的信號 同時也是一種提醒 那蘇女士 您覺得朝鮮目前釋放這樣的信號 韓國會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會看到 韓國的態度還是比較謹慎的 朝鮮方面宣佈 重啟所有的通信渠道 但是對於韓國方面來說 這個渠道是不是已經恢復 還是要靠實踐來證明 經常是這個電話線還在 但電話打不通 所以下一階段 當韓方給朝方打電話的時候 朝方真正接起電話的時候 才意味著溝通已經真正地恢復 所以現在朝鮮方面釋放出信息之後 韓國方面仍然在有待證實 而此時韓國對於自己 在朝鮮眼中的角色也是較為清醒的 所以韓國強調的是 要與美方來進行政策的磋商 韓國希望能夠搭建幾橋梁的作用 而同時我們也會看到 從韓國的角度來說 現在對於美國地區戰略的推展 對於美國對盟友提出的 一些具體的要求 韓國也是心知肚明的 也就是盟友是美國眼中的 更多的是棋子的角色 而並不是能夠左右 美國選項的這樣的一些朋友 所以韓國在進行政策設計的時候 必須要看美國的臉色 要觀察美國的政策動向 要與美國來進行溝通 而不太敢貿然地採取一些 更多有自主性的行動 這也是近一時期我們看到 韓國對於朝方的一系列的新的信號 所表現出似乎比較謹慎克制的 背後的原因 我們看到現在日本方面 也一直在強調朝鮮的導彈威脅 您覺得這是在賊喊捉賊 為自己突破專手防衛找藉口嗎 日本一直拿著放大鏡找威脅 找到威脅就可以找到 自己突破和平憲法的理由與藉口 朝鮮進行了幾次武器試驗 它認為這是個絕好的藉口 特別是朝鮮宣稱 在日本海準確命中目標 它認為對日本的威脅會進一步增加 像巡航導彈 彈動導彈 包括列車導彈 如果這幾種武器裝備把日本東京 作為攻擊目標 它認為現在必須要強化自己的能力 儘管這個導彈實驗 並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是如果把它就是 向自己身上進行這種招攬 實際上還是通過導彈放大威脅 形成突破和平憲法的一種戰略工具 我想現在看 如果它的F35B出雲號 再加上它的這種所謂的巡航導彈 以及準備引進的中導武器裝備 在日本大量部署以後 它就可以很好地平衡這個關係 為自己突破專屬範圍 找到合理的藉口 那我們看到這一時期 局勢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喬素女士您覺得 未來半島的局勢 將會走向何方呢 近一時期我們會看到 朝鮮半島的局勢 似乎在可空的範圍之內 但是矛盾的火種依然存在 還有一些智力在煽風點火 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動向 近期美國的立場是非常分裂的 一方面說願意與朝鮮方面 進行溝通 但另外一方面又對朝鮮進行譴責 而且在談溝通的時候 並沒有任何的細節 就像朝方所說的 美國現在的這種 所謂的對話的言論 不過是一種偽裝 是偽裝美國對朝在進行打壓的 實質性的行動 所以美國的這種行動 表面上看沒有煽風點火 但實際上是在刺激局勢 如果繼續延續下去 沒有更多的對話的誠意 而是堅守自己所謂的政策的 一些基本的原則 那麼對於半島的局勢 未來會產生更大的刺激作用 所以現在我們會看到 朝鮮半島局勢 仍然是波軌雲厥 仍然是有一些 非常複雜的因素在湧動 這裡是《防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的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 《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